護車使用火機趕抵現場 立刻把單架推進社區內 因為消防隊貨爆 有對情侶在家中昏倒 消防車停一整排 引起周遭住戶注意 在臉書發文 僅消來一小時了 聽說一次有兩人瓦斯中毒 送醫處理中 重回事發現場 就在新北市林口這處社區 當時張新女子和男朋友 在閣樓的房間睡覺 舅舅則在樓下洗澡 疑似門窗沒打開 造成瓦斯燃燒不完全 才會導致液氧化碳中毒 消防隊第一時間測量 液氧化碳能度 只有76ppm沒有超標 周遭男子送醫後 被檢驗出毒品反應 讓外界質疑 兩者是否有關聯 事故現場的話 有時候消防員到了之後 門窗已經打開 已經通風 這時候才採驗那個空氣當中的 液氧化碳濃度 有時候因為已經通風了 不一定可以驗到很高的濃度 重有沒有吸毒 有沒有用一些違禁品的話 這個跟液氧化碳中毒的診斷 是沒有關係的 根據消防書統計 今年截至十一月十三號 全臺共有十七起 液氧化碳中毒案件 造成三人死亡 四十三人送醫 幸好這一回 幾時搶救 在鬼門關前走一遭 三月十一閃陽新疑 新北青龍報導